希望怎么样 它预设的质型 它是微软正黑体 可是底下我们做的是心系民体 所以有没有办法 把未来加进去的东西 全部都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微软正黑体 然后并且把它制装 并且帮我把框线画上去 框线的部分的话就是红色的这些线条 就这几个动作 那这几个动作怎么做呢 其实答案就在云端上面 有没有 微软正黑体 就是phone name等于这个 水平至终 就是honironto oligamum 然后框线部分我们刚才讲 就把这个补上吧 至于怎么做 请各位自己玩玩看吧 基本上不困难 真的就是一行程式搞定 重点就是用什么 用range物件 然后给它范围 a1到h h理论上 当然我不知道说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所以后面的话我有个n的r n的r什么意思呢 因为预设是到7 对不对 可是问题你将来有8有9有10 那他这个n的r意思说 我会随着他到哪一列 我就向下到那一列就对了 那这样画框线才会OK啊 不然的话 你就7画到这边就停了 那底下怎么办 就不画了 不对啊 所以这种做法的话 其实也是配合什么 向下追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你那个向下追踪 这个蛮重要的 这个向下追踪 那将来当然你 可能一下子没办法马上记得 你就可以拿这当范本吧 然后反复多练习一遍 慢慢你就会越来越熟悉了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防呆的 OK 那防呆的这个机制 总共我大概想到会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个 应该要输入 可是却没输入的话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应该要输入的是数字 结果他输入什么 100 或者打一个100分 打一个95分的中文字 当然不OK 第三个是什么 资料应该是在0到100之前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控制 让他不做一些不正确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把它挡下来 那要怎么挡下来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解决 所以这边有三个防呆 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防呆 如果他没有输入 那我就不让他过去 所以我们应该把程式写在哪里的 基本上程式应该写在 这个是 这一段是 如果他正确我才做 所以如果说你要让他怎么样 先检查吧 OK就像说你进学校一样 他一定先检查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发烧 你跟进来应该是他不跟你进来 他会直接协助你就医 会不会直接打119 然后直接就把你送进医院急诊 然后你就开始 那后面想都很 所以哦 现在发烧感觉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千万不要生病 不然你可能一下就被送去急诊 然后急诊是太恐怖了 能不去就不去 所以尽量 就有点同样的道理 后面当然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挡下来 所以要怎么挡下来 这有点像是一个设一个关卡 等到他完全是正确的 没有发烧 他才在你坐下没事 如果他是发烧的 他连坐都不能坐 就可能请他离开 现在好像应该是 如果我今天有 会不会学校会直接打电话 我会说没有 我自己请我家人载好了 不然的话 如果叫救护车直接就载走 这感觉蛮恐怖的 OK 好 所以处置流程大概就差不多了 就有点像我要怎么针对后续的状况 然后设计这个系统 所以这个系统其实大致上也是跟一般我们工作上的流程差不多 这是符合我们需要的 所以第一个 if什么 如果什么 如果他没输入资料 哪一个没输入资料 就是叫text textbox 这是文字方块1 特别之后一定是1234 所以刚刚有同学好像重新做变 第一个不见他变5了 没有1就错了 OK 如果他这个里面的资料 textbox 1 如果他里面没有输入资料 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几种写法 最简单的写法是没有东西 如果他里面的资料是空的话 then 我要做什么呢 要打一个endif 习惯上我先把架构打出来 如果那个事情发生了 那我要做什么 跟他讲说 messagebox 接许你就先怎么样 先跟他讲讯息方块跳出来 message messagebox 就跳一个讯息方块跟他讲说 什么呢 请输入资料 这几个字 因为请输入姓名 有没有 这几个字 OK 然后呢 再做什么 跳出来 接下来的话 你就比较贴心一点 应该是把游 把什么 把游标再帮他停在 因为你第一个没输入 所以就把游标再放在哪里 放在那个 那个上面 就强制他一定要点什么 点set focus 就是把游标放上去 你没输入不行 然后呢 记得最后还要再写一个关键字 底下的事情不能做 所以你必须从这边帮我离开了 你就从这边走开 跳到这边离 所以这边有个关键字叫做exist 就是如果你要离开这个程序的话 就打一个exist 然后怎么sub 意思说你就不能往下走了 如果没有这个他继续会执行 这个加上去就跳到这边结束了 OK 执行给各位看 防呆一 这个没填 对不对 按新增 请输入姓名 确定 有没有继续放在这里 有没有 不能输入 OK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叫measure box 可是measure box有个缺点 太阳春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这边 可能可以加一个什么 惊叹号 或者是叉叉 警告一下的话 其实你可以 因为我云端上面有放后面这边加一个斗点 斗点之后的话 它会跳很多 什么VBcritical 就是警告的 有个叉叉 我习惯比较温和一点的 就是VB Information 至于其他 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图示 因为官方说法 官方里面也没有图示 所以一般习惯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好像也没一本书 会帮你把这里面的图示 全部都列出来 应该要有人去整理 可是没有 没有的话怎么办 就是你可能要试 像什么 这个其他的案件 不过常用的就是VB Critical 跟VB Information 我们来看一下差异好了 如果他没填 就VB Information 这有什么差别呢 就这个星探号 但如果说你要什么VB Critical 很简单 你不用自己斗点之后 它就会出来了 斗点 VB Critical 然后这边植习一下 就XX 大概是这样 至于其他自己试吧 因为目前没有人专门整理 如果你们有时间 自己看这边帮忙整理一下 不要按斗 那就是自己在帮忙解读 看那种善心人士 专门写个部落格 然后帮忙列取 Meshbox里面的所有图示 那你就要去try了 像这种东西很花时间的 很多东西其实我怎么知道的 都是我自己花时间去try的 我才知道的 有时候你说真的看书 你看半天你还是搞不清楚 你看书 后来我发现倒不如我试 因为我看完之后 我还是一头雾水 试了就OK的 所以这边的话也许用VB Information OK 那一样的道理 第一关可以过 可是如果说他今天输入了资料 那第二关他还是没填的话不行 第三第四 所以底下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改2 有没有 然后这边改名称 这边改成2 然后改3改4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做完之后 就会有1、2、3、4 就是等于是每个每个都去判断一下 有没有输入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是确保他一定要全部输入了 哪怕是其中一个没输入都不行 比如说他这边 假设滴滴滴 OK 这边假设反正其中一个 这个没输入也不行 然后他一定怎么样 确定之后的话 游标放在这里 一定要给我输入 没有输入不行 好输入了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那再来的话 第一个防呆完成 可是第二个防呆是什么 如果他今天输入 大家可以给我输入什么 100 那你没有防呆 他就输入到这里 会怎么样 比如说其他就正常 OK 假设只有这样 输入100 可不可以得到结果 居然可以 但问题 你就傻眼了 最后居然还可以过 然后也有成绩出来 可是问题 他对吧 93点 这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 这怎么出来的 B2 到D12 Average 好妙哦 居然没错 这样也可以算出平均 可是问题 应该不OK吧 所以怎么办 你要怎么样 如果说真的 如果像这种状况 他没跳出错误 反而更麻烦 我还反而希望他跳出错误 跟我讲说这边有异常 可是以色尔 他是太人性化了 因为他知道大部分使用这个环境的人都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他都包容性很 可是问题就是因为你有很大的包容性 你太包容也不对 你该警告就警告 就像这次疫情一样 我如果太包容完蛋了 所有人都可以很快就回来了 很快都可以回到他 从那边过来 一堆人全部大概 因为在大陆大概有20万台商 如果假如这时候回来一半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其实应该要防也要防一下 这部分当然要怎么防呢 我们第二部分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要第二个防呆 那防呆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这个底下 判断是否为数字 那我怎么知道说他是否为数字的话 我们可以 假设我先从理论上一不用了 姓名这个部分 从二开始 所以你可以这边再加一个 也就是在这里的话 判断是否为数字 我这边加个2 然后我就从2开始 你可以从上面的部分拿下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逻辑很像 那我怎么知道是否为数字 你打一个VBA 点 VBA 指的是VBA里面这个大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有很多的属性跟方法 其中有一个 判断是否为数字的叫做 就是是开头的 是开头的吧 因为其实我 如果假设我不太记得的话 你打个IS 那你会发 is 是开头的函数还蛮多 is array 是不是正列 是不是日期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错误 其中有一个叫 is numeric 这个就是是不是数字 是不是数字之后的话 那你就把它刮糊之后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比如说他填的资料 OK 是不是数字 来判断 那如果是数字 他就什么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有几种做法 我们应该挡下来的 他是数字 那就让他过就好了 所以我们应该什么 是吧 挡下来是不是数字 可是问题 他这个 他这里面不是 那个函数 他没有什么 is not numeric 没有那种 你要加一个 他英文语法是 is not 可是他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自己在这个后面加一个 如果 几种写法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等于false的意思是说 不是 这有点要绕一圈 判断他是不是数字 回来是不是 所以应该不是数字 所以变成不是在后面 数字在前面 OK 这是一种写法 可是另外还有一种另外的写法 不是 就是 不是数字的话 不是 这个是不等于 不等于什么 不等于true 这样写 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 不是 不等于true 跟等于false 结果 是一样的 OK 那就看个人习惯 我不知道我自己写哪一个 我好像是写不等于true OK 你写等于false也可以 也就是当他里面不是放数字 那我就把它挡下来 所以基本上的话就是 判断是否为数字 这一段 OK 把它砍 我也许我先砍就试一下 然后一样的话 把它放到这边 OK 就完成 所以我们已经挡下两个了 一个是 判断是否为有输入资料 第二个的话 判断是否为数字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防呆 一个防呆就是 防止他填入小于零 然后大于一百 也不行 一定要是零分到一百分之间 所以要怎么样 把可以的留下来 不可以的就让他离开